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我清风 踩带动力 已经有过谁人与我相依 千丝万缕 我在海里回忆 繁华迎去了太多风雨 落空挂你 唱歌一曲 一起梦里难言与我面临 你说三哥一直关着门谁也不见 现在魏震梁的部队打过来 咱们之前派的人再加上两个先锋端 也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 还是再给三哥一段时间缓一缓吧 你说到底是谁啊 非要把三哥家弄得七里紫散呢 你有什么美梦 你看看本来心情就不好 再加上这破天心情更烦 莫三某 许团长 该用午饭了 吃什么午饭 不是说了吗 都吃 拿走 是 那天本来是要走的 但是突然下起了暴雨 我就等了一会儿 等到雨停了 我才离开了小黄 我好像有眉目了 你还记不记得孙大夫的证词里 怎么说的 我记得啊 那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叫秀儿的丫头 又是怎么说的 秀儿 那天我在厨房 给三少奶奶做桂花糖糕 刘嬷嬷和姜嬷嬷都在 她们可以为我作证 是的 是 是 我可以作证 那天我们三哥确实在厨房 对 三点半之后 秀儿端着桂花糕才出去的 我借她回答没问题啊 如果她是三点半端着正高过去的 那按孙医生的证词来说 那个时间点再下暴雨 那如果下着暴雨的话 她不可能一个人端着正高出去 她肯定会被淋湿的 可是两个婆婆说她三点半之后 才离开厨房的 钟表显示是三点半 但那时候没有下雨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 你们确定秀儿出去的时候 超过了三点半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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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秀儿提醒了一句 说时间到了 我还特意看了一眼那个钟 对 我们俩特意看了一眼钟 这个钟 对 果然如您所料 看来秀儿确实是 拨快了半个小时 你说什么 秀儿 秀儿 怎么可能啊 这孩子看着挺乖巧懂事的 这秀儿跟林行锦无怨无仇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看来只能把秀儿找过来 当面问清楚了 芸汐 把秀儿叫过来 是 不好了 不好了 秀儿 全量自尽了 没有 看来 绝对 回来 七叶 这是刚才在绣儿房间找到的信 你要先过目吗 念吧 绣儿罪大恶极 也知道事情已经败落 万死难辞其咎 但有一事 若不告诉三少爷和七夫人 实在良心不安 在三少奶奶的保胎药里 下落胎药的事情 都是 念啊 都是四小姐一手指示的 胡说 原来是你 是你害死了我们家小姐 行行 不是我 当初你就看我们家小姐不顺眼 也是你四处造谣 害得我们家小姐 现在我们家小姐死了 我跟你拼了 放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放开我 淑姨 我现在就想听你说 到底怎么回事 七姨 真的不是我害死杭景的孩子的 你要相信我 七姨 我相信书役 绝对不可能是他干的 这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帮帮我 真的不是我做的 到底怎么回事 报告 我们还在薛儿床底下 发现了这个 这条红宝石手链 不正是四小姐的吗 现在证据俱在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你 好了好了 好了 这钱不是我给的 这手链很久以前就丢了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行行行 书役别说了 七姨娘 我觉得这件事情 即便是书役做的 不是 她也是一时冲动 你先不要生气 就原谅她吧 不行 你原谅了她 我家小姐就死不瞑目了 师父人 跟我闭嘴 云役 先带她下去 是 别碰我 金香 走吧 小姐 小淑姨 别闹了 你平时骄纵也就罢了 怎么能做出这种 丧尽天良的事情来呀 你对得起行径 对得起你哥吗你 七姨 真的不是我做的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怎么相信你 这些东西怎么解释 我是管不了你了 等你爹回来 让他定夺 七姨 好了 淑姨 没事 你cem 多动靓靓晨 便宜 好 这里 你多uldade 叉三! premature 那儿 风起 林航警的事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爹 你瞎说什么呢 那 怎么会跟我有关系呢 你到底要瞒我到什么时候 我知道 你不甘心 但是我没想到 你怎么能 那可是一条条的人命啊 凤琪 就凭萧北辰的性子 他会一查到底 到时候 你怎么自捕 爹 这事和我无关 我为什么要害怕啊 我自保什么呀 今天 你必须跟我去 去小家赔罪 跟我走 我不去 家伙 你就一切把我毙了 我这不会去贵地求饶的 凤琪 爹 我告诉你啊 我拍了那么多次电影 穿了那么多次婚纱 我就是想为我自己穿一次 嫁给我心爱的人 我有错吗 还有那个林航警 他还了木子正的野种 我替三哥除掉 我有错吗 你告诉我有错吗 我有什么错 如果林航警 怀的是野种 那你干吗那么着急 让那孩子去死啊 如果那孩子不死 那林航警也不会死 那孩子 凤琪啊 走 跟我去小家 我们全家去给小家赔罪 还来得及 还有一些心急 知道吗 走 不 爹 爹 跟我走 爹 我不能去 我要承认的话 我跟三哥就完了 我这辈子就完了 跟我走 我不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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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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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就差把这房子给拆了 我始终不相信 这件事是淑姨做的 你不相信有什么用 你有证据证明 他是清白的吗 我 不行 我找三哥去 三哥现在什么情况 你不清楚吗 还取添乱 不 那这件事肯定不是淑姨做的呀 我真气死我 淑姨平时是刁蛮任性了点 那他也做不出 这么穷雄极恶的事啊 反正我不管 这肯定不是他做的 我徐子军 可以拿姓名单吧 你要把自己关在这儿到什么时候 魏真良的魏真军 一直逼锦阳 秦官 我们的先锋团 也在锦阳城外 奋战了有半个多月 他们在摇手棋盘自己的主帅 一旦魏真军突破防线 不仅是锦阳 秦官 新平 甚至连北新城都是危险的 你给我站起来 给我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看着我 看着我 肖北辰 你是不是已经忘了当年在军校 第一次在战场上 你说过什么 你说过 你也想做 为别人当下屠刀的人 当日的事业你都忘了吗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把自己关在这里 不吃不喝 不免不休 我看你连生命都不想要了吧 这样也好 反倒痛苦少一点 可为真军一旦打进来 你下去的百姓怎么办 英军的士兵怎么办 我不能让他们看着 因为你一个人的痛苦 而血流成河 你是一个军人 坚持有高于一切的使命 杜教官 您就别逼我了 我必须要逼你 你必须给我答案 战场上那些士兵 抛头炉洒热血 哪一个没有经历过 失去今日的痛苦 他们都是父亲 丈夫 儿子 复朝之下 烟有万乱 国将不国的时候 没有一个小家是安宁的 萧北辰 我以前就跟你说过 你是义军的统帅 如果你一直沉浸在 自己的悲伤当中的话 那不如就按我说的 把大家 全部解散 好过留着等死 老张 怎么回事 天一带是好好的能说能斗的 怎么一下子就成这样了呢 娘 你也不要太过于担心了 医生说爹应该没事的 再说了 爹从小就很疼我的 他不会丢下我们的 老郑啊 你听到了没有啊 女儿说你不会丢下我们的 你说话呀 怎么回事啊 冯夕小姐 你懂懂呀 老郑 你跟我说说话呀 你怎么可以就这么躺下呢 你跟我说说话呀 什么事啊 刚才萧府四小姐突然来问 你明儿是否有共陪她吃个饭 她说她郁闷得很 想散散心 老郑 你跟我说说话呀 你跟我说说话呀 你去告诉她 我有时间 是 淑姨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没关系 你怎么样了 我最近一直很难受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我跟那个秀儿 向来就没有往来 她为什么要诬陷我呢 你不要担心 七姨娘不是说了吗 一切等萧宝宝回来定夺 不会有事的 只是 我一直都想不明白 这个家里究竟是谁 心肠这么呆肚 为了害死杭井肚子里的孩子 竟然不惜指使秀儿 嫁货给我 是啊 会是谁呢 我也想不通 直到后来 我在秀儿的房间里 发现了这个 我记得 这个耳环 是凤琪姐姐的吧 但是为什么会在 秀儿的房间里呢 据我所知 姐姐 没有去下人房间的习惯呀 是啊 怎么会在秀儿那里呢 我前段时间 找这个耳环找了好久呢 淑姨 你说会不会是秀儿 偷我的呀 是吗 那 我的红宝石手链 又该怎么解释呢 淑姨 应该不会是怀疑我吧 我后来又想了一下 能进我房间的 除了小卓 就是你 小卓跟了我这么多年 她是绝对不会害我的呀 她不会害你 难道我就会吗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 情同姐妹这么久 在你心里 一切都是假的吗 是啊 这么多年的姐妹 你说我跟杭锦 是那么好的朋友 我怎么会去害她呢 你当然有理由 走 走 走 张风起 你的所作所为 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 不要再演戏了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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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多上一级 次次要置人于死地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给我看乔江的照片干什么 乔江 他不是叫蒋之奇吗 你知道这是谁的耳环吗 这不是凤琪姐姐的吗 你确定吗 是啊 我看她戴过好几次了 怎么在你们手里啊 这是我们在秀儿的房间里发现的 什么 我现在怀疑秀儿的所作所为 说不定跟郑凤琪有关系 对 怎么可能啊 凤琪姐姐跟杭景的关系 一向都很好啊 而且她一直是杭景 跟三哥的合适了 怎么可能害杭景呢 可你说她一个千天大小姐 怎么会出现在下岸的房间里 而且他们俩的关系 扒根子打不着 书一 我需要你帮我个忙 这是你上回说的 蒋之奇追求的那个女孩吗 对 对 蒋之奇追求的女孩 就是她 不论是乔江 穆子郑 还是这次逼走三嫂 这一切都是你亲自策划的 你真以为你做了这一切 还能够瞒天过海吗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听三哥这口气 已经给我判了死罪了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没错 我是认识这个乔江 不对 他的真名 叫蒋之奇 只可惜 他是一个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废物 原来真的是你啊 为什么呢 这么多年 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姐姐 可是你呢 欺骗我 利用我 还指使薛儿诬陷我 小淑仪 这能怪我吗 只能怪你自己 太天真了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全家人把你当做亲人一样 你图什么 我图什么 我们两个青梅竹马 我们两个青梅竹马 为了能够配得上你 我努力让自己 变得越来越优秀 可是 你竟然背叛了我 选择了跟别人结婚 三哥 你看看我的直线吧 看看我的直线吧 我只要一想到我 你跟别人结婚了 我的心 就痛得无法呼吸 我就是不明白 我这么爱你 你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她呢 我哪里逼她家了 你以为你说了这些 我就不敢逼了你吗 看来我是真的爱错人了 你杀我 死在你的手里 我也乐意 求副司令 求副司令 高抬贵手啊 小副司令 求副司令 小副司令 我知道我女儿犯下了 每一天大罪 可她是我的亲骨肉 是我唯一的女儿 再笑意 求求你 我求求你 求求你了 你就饶了我们家 凤几亿名门好不好 求求你了 饶了我们家 求求你 她罪不可受 爹 娘 你们快起来 不用求她 她现在知道那种丝味了 她听回到我的感受了 她这是再有应得 她这是放药 老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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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在我跟你爹 四十多年兄弟的情分上 你饶了我家风气吧 我愿意把我的命 把我的一万多兵吧 交给你们小姐 郎 郎 老郎 横尘于我 性命于我 你是再多兵马都还不来的 可凤几是我的一条命啊 老三 她要是死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 我偿她的命 那她必须为航性偿命 等等 快 小司令 老郑 小司令 小司令 老郑 卫辰 是锦我全都听说了 康锦 和孩子 都 一样 郑风琪所做的这一切 罪肝万死 但是老三 请你放大一条生路吧 我做不到 郑风琪是你郑伯伯 唯一的骨肉 当年要不是你郑伯伯 从死人堆里把我给挖出来 就没有今天的萧海山 所以 这头命 我要还给他 你只是在逼我 我实在逼你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父亲 你自己决断吧 我伊亚 宫毕 你怎么了 放棋 你耳朵怎么了 放棋 放棋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耳朵 放棋 别哭了 让你女儿离开北新 永远别再回来了 放棋 放棋 放 放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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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我打 延闭 快延闭 放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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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二团副团长徐子俊 向萧副司令汇报最新战况 说吧 北镇军突破锦阳以后 被我军拦戒在锦阳与北新之间的 秦关镇 我军已坚守三天三夜 敌军虽无法突破 但我们也难以反击 现在还有多少兵力 大约有两千人 杜教官 你即刻带五千精锐 埋伏在平谷口周围的林子里面 这件事情连夜进行 务必低调行事 是 四六 这是什么意思 我军作手 敌军强攻 如果打消耗战的话 魏震梁会比我们更着急 他不会浪费时间 跟我们在秦关交双 平谷口天县自古有名 一来将领不会派中兵把守 我相信 魏震梁也能想到这一点 没错 魏震梁必是不想跟我们打持久战 所以 他一定会突破平谷口 这次秦关 他只不过是想声东击西 平谷口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所以 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他一定会突破平谷口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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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会突破平谷口说 轻易你 rizote 帅 好 好 风 走 嗯 撤 撤 撤 中计了 撤 撤 快撤 撤 撤 别动 别动 我先放下 放下 别动 我先放下 蹲下 蹲下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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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退守紧阳 能够回信 手中够 报告副司令 魏正良带着魏正军 紧急退守紧阳 必须在这位置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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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行保障的 需要至少两个应该公立 来保证安全 传令下去 紧急只要引紧阳外失利地 绝不准冒击 是 三哥 我们好不容易把魏正军赶上去 不乘荣追击啊 我们这一次 胜在神速 只不过是打了魏正良 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只是为了保存实力 才紧急退至二十里地之外 倘若这个时候长城追击 我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们与魏正军之间 今天 胜算不过是乌乌开 等了这么久 盼了这么久 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是啊 这个魏正良啊 可以算是 年轻一代军人里面的佼佼者 他身后有日本人撑腰 可以算是兵强马撞 咱们家老三能从他的手里 把锦阳给夺回来 实属不易 老三是真不容易 经历了那么多 还带兵打了胜仗 你最近 也是忙里忙外的 辛苦了 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 我最近啊总想杭景 一想他 我就睡不好觉 我总想他 刚来我们家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老天爷送给我们一个女儿 多好的姑娘呀 最后还是没留住 是我们对不起杭景 更对不起唐生 司令 司令 干什么呀 着急忙慌的 司令 郑市长 没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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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郑啊 我们一路出生入死 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可没想到你走了 连句话我都没跟你说上 丁眉 请节哀啊 有什么事情和需求 尽管找我 有什么事情和需求 老莫 老郑 现在都走了 当初你们从东北出来 就一直跟着我 我们一起爱过东 爱过鄂 彼此 都为对方挡过枪子 现在都走了 哥 哥 姐啊 今天咱们的多亏锦阳 不怕 我说你什么时候 这就回了 文贵 你不可能 不 아니라 这都没有人 散开了 有什么时候 不想要 你以后 已经统计出来了 杜教官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很不真实 分明这四杀人还在耳边 而现在看到的 却是这样一片祥号 程王败寇 自古不变的道理 满目创意 名不聊生 那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和平可以解决问题的话 没人会选择战争 如果要放弃使用战争 有些问题就永远无法得到解决 现在国内四分五略 内忧外患 想要结束这种局面 就必须得到同意 战争是必经之路 这种局面 只有以脆扑拉朽之势 打破一切之谷 才能创立新的世界 新的世界 是 就像眼前这场大雪 覆盖了血迹斑斑 新的生命 才能重新昏发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职责 对于你来说的话呢 打好没场仗 赎好没做成 就是对这些孩子 最大的帮助 三哥 子俊 走吧 别人 别人 谁 别人 咁 子俊 臭 小剑 娘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箱子里 是我帮你收拾的行李 你走吧 从此以后 郑家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你要跟我走 你爹 他是带着遗憾走的 这一万兵马 是他一辈子的骄傲 一辈子的荣耀 可是为了你 最后 他连一兵一族都没有留下 你太自私了 你都不知道你爹 心里有多痛啊 这不是我的错 是我爹自己糊涂 拿我们郑家的兵马 给林豪景抵命 他谁都不为 他只是为了你 他一人生是你炉珠炉宝 最后连他的命都给了你 你真是动火太旺了 你看看 你烧成个不像个人一样了 你烧成个不像个人一样了 现在郑家 什么都不能给你了 你快走 就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 在这里守着你爹 你不停 爹 我弄丢了郑家的东西 我一定会挽回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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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您这又是何苦呢 小姐一个人在外面 怎么生活呀 她闯了这么大的祸 在这里 早晚会死的 到哪儿都能活 只要不在 北星城 太太 谁在盼望着春风抚摸 谁在凝望着摇曳的花朵 谁在阳望着夏夜漫天星河 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 谁害怕心痛 在阳光的轮廓 让我再明亮一次照耀星河 至少一次飞标签 不会再坎坷 用我一程度的轮廓下 有我一生守候一个承诺 我真心拥有光 哪怕短暂快乐 留给岁月一抹 温柔的色 下次流星花光 如果还记得 我曾在天空 眷恋你的轮廓 我在天空花窗 你侧影的轮廓 让我再明亮一次 朝阳星河 下次流星花光 如果还记得 我曾在天空 眷恋你的轮廓